HELLO 了世界以天天中心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葡萄阿倫對上瑪雅人 這場比賽是神愛血的阿拉伯比賽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 6點鐘方向的葡萄阿倫 葡萄阿倫他擁有的特色 是所有的黃金兵種都是八折優惠 而且他也是全能型的文明 不攻旗全部都是滿的 他的級兵也是滿的 還有劍有 強奴 戰矛 還有火槍 凍裝騎士 雖然沒有大羅馬跟游小 但騎兵路線也是非常實用的路線 他的森鋁也擁有八折黃金造價優惠 所以森鋁最便宜的文明就是葡萄阿倫 而且他的科技只有騎士思想沒有 基本上可以說是很能用的一個文明 後期還有火神槍可以讓自己的火炮跟火槍 擁有彈道學的效果打得非常準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大約12點鐘方向的瑪雅人 瑪雅人的特色是他開局會多一村 所以一開始會卡人口一定要去點這個織布技術 那瑪雅人他的挖資源可以再挖得更久一點 所以前中後期經濟還算不錯 而且他的工兵單位可以省下大量的資源 他的缺點是他的打法比較單調一點 只能打這個工兵跟槍兵路線 三人路線完全不行 工程系路線也只有大衝車稍微能用 還有弩炮 因為他沒有工程師的關係 所以弩炮部分也是有點難用的 所以大部分瑪雅人 還是會用這個搭配大衝車 黃金國老鷹 槍兵還有強奴或者是羽毛劍射手 作為主力 後期老鷹國可以 可以讓老鷹血量變成100滴血 這個黃金國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地圖 那地圖的部分目前看起來 瑪雅人上方有黃金 下方也有塊附金 左邊有塊主金 主金的位置稍微小小尷尬一點 但是能圍起來的話應該問題不大 但是不管怎麼圍 都是需要大圍才能圍得好地圖 那要小圍的話 只能這樣子圍 稍微圍一下 稍微把這個TC圍起來一下 會比較好 現在看起來不太好人 這邊是決定要大圍 大圍的話就要直接拉過來 因為他已經往外圍了 往外圍的話就稍大圍的意思 然後這樣子圍過來 然後這裡要圍到底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葡萄人的地圖 葡萄人地圖呢 黃金也是一塊在外面 一塊在後面看起來不錯 而且主金在後方 缺點是果子在前面 那葡萄人呢 他吃果子的時候 也會慢慢產生木頭 所以對於前期的經濟加成 還算是不錯的狀況 那部分地圖要圍的話 可能也是只能小圍 那這邊地方可能要圍過來 那下面這塊木順就很難守 那這邊也要圍過來 或這裡圍到底 那地圖看起來的話 木頭是有點稍微不足的 前面這塊木基本上不太能挖 右邊這塊木順 如果沒有往右圍到底的話 這個木順可能也會不保 這個木順也是 所以 MBL 這裡可能要把後面圍起來 會比較好一些 兩邊地圖看起來都不是太好打的 那目前看起來兩邊的共同問題點 都是前期的果子 要怎麼守 才是重點 好 接下來看到 瑪雅人 明確斯特 這邊是選擇了 均衍 然後要來按 封建時代升級嗎 還是要打棒棒呢 均衍這麼早下完 通常是要打棒棒喔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會不會按棒棒 好 這裡如果要棒棒 這裡按solo一下 會比較好 不按棒棒 但均衍下得非常早 還沒點封建的時候 均衍就下好 還以為是要打棒棒 MBL也是在這邊看 你是不是要打棒棒 有可能是因為MBL在偵查的關係 所以讓他回心轉意 不去出棒棒 這邊趕快 升到封建時代按個槍兵或老鷹 有挖弓箭的情況 可以先按支槍兵防守 再去補弓箭手 MBL已經升到封建時代 並沒有轉出工兵單位 那葡萄人在城堡時代或封建時代 都很適合打工兵喔 因為封建時代能打黃金兵的 只有裝甲步兵 跟這個弓箭手 那當然是弓箭手 小弓會比較適合 去做一個阻力喔 好 明切斯特把家裡已經圍死了 圍得非常非常大呀 我的天哪 當然他圍的速度很快喔 拉了很多村民去圍喔 直接把家裡給圍死 大於四隻村民 所以他前期經濟也會稍微差一點點喔 可以看到這邊四隻村民去圍家喔 支援量已經輸了快兩百了 好 MBL直接鬼轉雙射箭場 然後冰風場補下 黃金四個人開挖 我沒想到會拿出團戰的工兵 開局配置來打嗎 但這個打法是有點鬼轉的喔 並不是這麼的流暢 當然轉出來的時間也甚至偏早 所以並沒有辦法看到 這個雙射箭場一出來就一直按工兵喔 還是要先按個毛兵先擋一下 好MBL這邊是鬼轉雙射箭場 他本來可能也在看情況轉兵 但想想哎呀 瑪雅這個配兵打法轉雙射箭場好了 反正我有八則優惠 跟你換工兵 你有優惠我有優惠 大家一起來優惠 算是熊福利福利熊啊 OK那接下來工兵就要一直按了 瑪雅這邊也是要按工兵 兩邊的是工兵開 那MBL這邊黃金要多補一點喔 不然要邊按毛兵跟按工兵一起按了 結果這邊出門 這邊該不會是來蓋箭塔 把這個箭塔差一點就可以射到裡面了 而且這已經點下一集射 看起來到城堡時代才能射到這邊挖礦村民 這個村民是應該暫時不會有事 好右邊直接補了一大堆的房屍 直接把家裡重重堵死 瑪雅直接打一個不交流 MBL選擇強攻 拉了非常多名的村民往前給壓力 但瑪雅這時候已經拉了一堵 工兵準備出門 看能不能從後面偷偷打出去喔 好這裡工兵按了一隻 這裡用村民開始報名打進去 但這個箭塔 真的射不到後面挖金礦的村民 有點可惜喔 好後面補了一個兵工場 瑪雅已經升到城堡 是在MBL這邊還沒有點城堡 而且後面有個洞 MBL有沒有看到 好像沒有專心打正面的關係 下面工兵已經溜進來了 完蛋炸裂 這一波看來要死個四村以上囉 七隻工兵傷害非常高 但沒有一級射 欸 瑪雅這邊 沒有一級射 傷害有點低 先點了一個步兵鎧甲 他可能也沒想到自己的工兵能順利進去喔 蛇幾村啊 一二三四 欸對四村 如果一級射的話可以射到五村或六村喔 好這邊工兵 被射進來 前方的箭塔也插進去 一個射進來一個聲插進去 箭塔的部分 那個箭塔的部分喔 有點危險 那這邊射進來也是蠻危險的 兩邊都是同樣的危險 我也覺得我頻道有點危險 好那這邊看到瑪雅人點下了護衛技術 會技術點完應該是要來轉老鷹啦 那但是這裡有出工程器製造所 待會先按個儒礦或投石車 應該就能擋住這一波的騷擾 所以應該是要按投石車想去砸箭塔 好 但這坨工兵現在要被家裡的毛兵給解決掉了 那MBL這邊投資了太多的肉在這個毛兵身上的關係 現在升城堡時代有點痛苦 而且又被抓四村喔 現在經濟非常的不好 而且前面還派了七隻村民喔 六隻村民喔 去搞這個箭塔 所以現在這個箭塔 雖然有一堆攻擊手在裡面駐守 但是並沒有辦法做到更好的效果了 對手投石車一出來之後 待會的箭塔可能會一個一個被拆掉 家裡要趕快盡肯的為死 甚至要考慮上大石牆 防止老鷹飛進來 是現在MBL這個階段該做的事情喔 好公兵這邊直接走進去 投石車出來 砸一發 出了 MBL這一波 好慘 好收到一下箭塔裡面 增加一下射箭的數量 好家裡繼續圍起來 毛兵繼續丟 好這裡補一個四級 MBL家裡守得還不錯 開始把家裡都圍好了 那葡萄牙的打法呢 也可以打這個 帝王時代擋彎大商戰 由於前期已經21分鐘 這個時間點還沒有辦法升城堡時代 或許可以轉地喔 風轉地的一個流程打法 但是很難夾起來 可能還要去挖一根城堡 出一些風情砲 再轉帝王會比較安心一點 或是全部直接上大石牆 也是一個不錯的方案 MBL這邊是選擇了 天生城堡時代 後面補了一個馬舊 難道是城堡時代要轉騎士反擊嗎 但是老硬已經追出來 村民不能逃 趕快收到箭塔裡面 在這裡越來越危險 兩根箭塔 開始輸出 村民有點沒有辦法 打得住 哇這個村民一直休一直休啊 好把這個 猴子車可以修好了 後面出來的公兵 美帝棚逃 這個箭塔被勞鷹 還有大量的猴子車傷害 直接搞定 MBL開局 就死了 九村啊 我的天 死了九村 家裡這邊低調房子 要出去蓋城堡 蓋這個高地堡好了 蓋在家門口比較安心 這個黃金也可以稍微守住 後面這大壞區域 結果變成這樣子 並沒有直接圍到底 就有點尷尬了 圍到底的話 可能還不需要這麼長 可能只要到這邊的資源量 就可以圍到底 結果這樣子圍的話 就變成 經濟有點炸裂 這個圍法好像有點 不太適合 這樣子打 好 MBL 這邊經濟有點炸裂 按了一隻騎士 這裡想要突破城牆 好像有機會嗎 沒有機會 OK 房子趕快敲 好 瑪雅人這邊繼續嘗試 看能不能突破進去 後面又拉了更多老鷹過來 現在老鷹的攻擊力是7點 遠房是3加1的遠房 那葡萄為什麼這裡不轉 三旅的原因 是因為老鷹本身就有抗招響的效果 所以轉老鷹其實並沒有辦法很好的 有 這裡是不是有洞 看起來沒有 沒有辦法 很有效率的去招搶對方老鷹 但是 勸退對手還是有一段的幫助 好 風琴砲來了 風琴砲打步兵很痛 因為他對著步兵傷害 是有加2點的傷害 而且子彈更為 散的關係 會有這個擴散傷害的效果 那風琴砲現在拿來打步兵應該是 比較好 但打其他東西就有點補補充通 沒那麼厲害了 以前的風琴砲傷害高達21點 非常的疼 現在只剩下6點 欸 結果這個村民是 總把自己圍起來 好 但最後拿到了一村 最後MBL 30分鐘之前 被拿下了11村 馬拉人 這邊3TC已經開農了 MBL這邊要打贏 就只有個辦法 趕快上帝王 上帝王 然後轉趕快大常戰 經濟才有可能追到對手 只是有可能 因為對手正常的情況來講 3TC或4TC 後面再轉5TC 經濟還是會遠超於趕快大常戰 所給的資源 MBL這邊是極為劣勢的狀態 不出風琴砲的話 又沒有辦法給對方壓力 或是沒有辦法擋出家裡 但是如果這邊速帝王的話 自己的經濟又很難守住 或是出太多風琴砲也很難升帝王 不管怎麼說 MBL現在儲蓄非常尷尬 而且現在風琴砲 還會被頭子車給砸爛 所以一定要出一些騎士 護駕一下會比較好 MBL這裡是 選擇要強攻 但村民處差距被打得很大 差距快來到20村 但騎士怎麼留得進去 這兩隻騎士 有無三櫃幫開門 但是騎士一上去解決頭子車之後 後面的老鷹直接上前 想要直接手撕風琴砲 隨時拿下了一些風琴砲 後面有更多風琴砲過來 又繼續開砲 打掉了非常多的 鷹刺猴 應該是英勇士了 騎士流進去 讓我一波 好 風琴砲開始打出自己的身價了 打老鷹相當好用 那馬雅人這邊要打風琴砲 並沒有僧侶著著想的選項 只有用老鷹去打 還有投石車是比較好的方法 好 投石車出來 這邊難道是要先預判騎士嗎 沒有錯啦 預判一下搞定了 好 戰衝車也來了 MBL強攻路線開啟 生旅也補下 即使對方出老鷹 也是按個生旅 稍微照一下 但是正面的城堡已經蓋好了 正面應該是能守住 好 有城堡 選擇撤退 我們可以走側面 進攻黃金地方 走側面走側面 側面有黃金 繼續打這個洞 然後封建時代插了劍塔 現在繼續搞 現在馬雅經濟狀況非常不錯 資源差距已經差了兩千塊 已經三千四了 還沒到三千 兩千多 兩千多的資源 都可以升地龍時代了 OK 風情砲看到投石車往後拉 後來稍小心一點 對方有投石車 還是比較擁有主動權的 好 投石車掌了一發 兩下就可以拍死騎士 高打地的投石車威力很猛的 好 但這邊目標是要來砸戰毛兵 這毛兵直接吃石頭 倒了三隻 OK 回去砸了一發 想要擋住 有機會擋得住 投石車直接砸死騎士 正面的衝車被投石車直接擊火 輕鬆拿下 這個洞 這個火沒有辦法 好 走著開始打風情砲了 風情砲被砸人頭 但是後面也有投石車直接換掉 MBL 這一波有機會打得進去 觀眾風情砲從左邊這邊進來 這裡稍微買賣一下 直接買了一根城堡 因為這裡不買死人寶出來的話 可能會擋不住 因為後面的風情砲太多 只靠勞印是完全打不贏的 但是這個投石車打得非常漂亮 直接換掉MBL投石車 冰卓斯特現在蠻好人 開始穩住局勢 兩根城堡 重重防守 敵方的進攻路線 MBL看到 哇 你又一根城堡 現在我的風情砲數量來到了14隻 散4分鐘 還是沒有辦法點下地魔石彈 經濟支援差距來到了差距33村了 哇 這個村米蘇 差距這麼大 是我就頭了 但是葡萄牙 他還是擁有可以翻盤的秘訣的 這個機會在的 所以這個機會MBL要不要去轉呢 現在開農絕對跟不上吧 好 這裡往右走 好 開始往右邊打這一坨防止 好 直接開炮 風情砲可以偷打下左邊的伐木工 喔 抓掉一村 右邊再補一根堡 哇靠 直接在家裡上了三柱箱啊 這三柱箱 防守重重 MBL終於靠了買賣 升到了帝王世代 好 一進去看到城堡 選擇了撤退 後面開下城鎮中心 好 但是老鷹過來騷擾了 好 哇這個地方沒有往過又圍 真的是很難守 好 馬爾人這邊補 步兵鎧甲 開始來到了遊戲的中後期 結果這個充車怎麼被 投資車被老鷹給拿下了 老鷹這波打得非常漂亮 好 這邊趕快再繼續按村民 經濟查局來到快要一倍囉 60村打112村 好 鳳琴炮打步兵還是比較厲害 直接瞬間拿下大量的步兵 好 鳳琴炮現在傷害喔 所以這個步兵加了兩點傷害 衝撤有加一點 所以還算是個不錯的傷害者 好 那現在馬爾人這邊 先點下了二級農田 帝王賽也點下 二攻也點了 看來是要走黃金國路線 畢竟羽毛劍射手要打引風琴炮不太容易 遠方的話是有4點 當然數量一多的弓箭手 還是能打得引風琴炮的 但是馬爾這邊是選擇黃金國 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打法風格在 這也是RTS比較有趣的地方 好 這邊看到了港灣大商戰 果然還是要補一下 但港灣大商戰需要黃金又要石頭 所以這邊MBL兩種礦產資源都要大量開採 才有可能快速把自己的經濟給保護起來 而且港灣大商戰是可以被招翔掉的 但是還好馬爾人沒有救贖思想 沒有救贖思想就不能招翔敵方建築物喔 所以馬爾人這裡是無解 港灣大商戰只能用巨頭衝車拆掉 好 那麼現在無限支援戰術已經成型 至少要蓋3到4個 我覺得4個就可以了 5個有點太多了 好 然後再繼續補 至少要先補4個 好 這裡設計吧 有點痛苦 現在墓區被騷擾 裡面一片墓區都沒有阿 但是墓區量也不多 那這邊黃金鍋補下 三房也點了 老鷹升級 也點好了 精銳英勇士 右邊的城市中心 應該是要棄手了 白血老鷹一起來 人非常能扛的 好 但是這裡還沒有轉出巨型頭衝機 反而是先產出了火炮 好 防止對方瑪雅過來直接手撕 很飽 有巨頭的話 瑪雅的話是可以直接進攻的 那有火炮就可以很好反制 那瑪雅這邊並沒有新工程的意思 反而是選擇了走了老鷹騷擾 好 哪裡的路線 但港湾大山已經蓋到了三個了 池雅現在跳得非常厲害阿 OK 趕快補下第四個 葡萄人的經濟應該就可以回穩 好 家裡用少量的風琴砲可能沒有辦法 老鷹打風琴砲速度很快 現在還不是精銳風琴砲的關係 傷害還是有點差 這裡風琴砲一直被家裡的建築學給擋住 結果上放大量老鷹直接飛到了牧區的村民 這些聰明站在原地當成稻草人挨打 完蛋了 但是風琴砲這邊也是努力反擊 這一波老鷹飛得非常舒服 瑪雅人現在老鷹是他最強的高光時刻 三攻補下就是完全體了 但是風琴砲打不平的效果依舊是很優秀的狀態 但是又有更多老鷹飛過來 風琴砲可能會吃不消 這一波高打低的風琴砲 再打左邊側面的老鷹又飛了過來 MBL能夠守下這一波嗎 感覺有點痛苦 但是還是得繼續防守 城堡產能已經跟不上了 精銳風琴砲點完 但是風琴砲已經倒光 只剩下四台風琴砲 老鷹還在四處騷擾 也沒有三級射 也沒有彈道雪 城堡射的有夠歪 現在兩個城堡還在繼續出風琴砲 風琴砲現在要先擋不住 更多老鷹飛得過來 MBL打出了GG 我們恭喜Winchester拿下比賽的勝利 這場比賽 Winchester老鷹飛到MBL全家都是 完全無距於MBL的風琴砲戰術 直接A就完事了 這就是馬爾人後期的白血老鷹 非常痛苦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馬爾人 贏下了大約1萬4的資源 雖然MBL有四勝物 但是馬爾人後期的採礦效果 可以讓他採得更久一點 可以產出更多的老鷹出來 最後是出了102隻的老鷹 我的天啊 好了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幫下訂閱